Nobal State 39位于苏昆毅39巷 是曼谷繁华的商务区蓬蓬区 捷运蓬蓬站位于知名的阿索克和通罗之间 各自只相差一个捷运站 从捷运蓬蓬站到项目的位置只有450米可以轻松步行到达 位于项目巷子口的贵妇商场Emporium和Inquartier 汇集了世界的品牌巢店、美食餐厅和超级市场 另外,贵妇商场的第三期Amisfil也预计2024年落成 在贵妇商场旁边是一个很大的公园Banchasiri Park皇后公园 是曼谷市中心少有的公园之一 每天傍晚都会有很多人来休闲和运动 素科与39项的生活配套设施非常的齐全 其中39项更是著名的日本小项 不少高商住宅以及日本商店都集中在这里 在商场的写字楼和商场旁边的甲级写字楼 有很多知名的公司总部都是在这里 比如中国工商银行、泰国分行总部 还有东南亚最大的电商公司 哪泽的总部都在这里 项目附近有一个曼谷非常知名的私立医院三美泰国际医院 三美泰国际医院是东南亚最早获得 美国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联合认证的医院 当然也少不了知名的国际学校 项目周边的国际学校有 曼谷美式国际学校The American School of Bangkok和 曼谷预科学校Bangkok Prep School Noble最新的旗舰项目Noble State 39 地点就在苏坑义39项 大楼为一栋36层的建筑 第二层到第十层为停车场 11层到35层是住宅单位 37层是健身中心和空中酒吧 当然一楼是接待大厅 公共设施包括在酒楼的影视厅、图书馆、休息室 另外35楼无边游泳池 它的最大亮点是室内泳池 有个特别的设计是可以吸收自然的光 并成还有顶楼花园 Noble AS39设计风格属于野兽派建筑风格 其建筑特色呈现钢筋混泥土和其他材料原始状态 它的重复几何图案给人一种很有力度的感觉 其中比较有名的建筑是伦敦的海沃德美术馆 和波士顿的市政大楼 Noble AS39提供的贴心服务包括汽车作用 车牌辨别系统 以及智能家居系统 接着我们来看看县房的实际情况 Noble AS39设计风格 字幕志愿者 材料 想知道更多更新泰国房产信息 记得点赞订阅加小铃铛